你想要的一切,你都能够创造,只要你懂得神奇之道。 第八节,自然是人类的看守者,自然的神奇推理和信赖。 1980年9月3日,星期三,晚上8点55分。 周一真没上课,他似乎太松懈了, 其实在那时他正经验着很多有益的身体上的改变, 以至于他不太想集中精神。 今晚相当的湿热,在上课时温度还超过华氏80度, 这令真相当的不舒服。 要不是因为周一没上课,今晚我就不上,他说。 他身体上的进步正以赛斯所说, 他们会发生的整体上的方式在继续着。 今天早上,我注意到真的西部比上个月 他们所能做的动作有很大的进步, 他的小腿可以前后摆动约四寸, 所以已发生了膝关节的改变。 他的走动比以往也要好些, 他在上下五个中间会在床上休息约半小时,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笔记、写诗等等。 我正忙着理解种种不同的编年史, 以作为我给赛斯的下一本书《梦净化与价值完成写著》的背景和参考资料。 今天我也在为一位荷兰出版商, 即获得真的超零七号小说电影设置权的电影制作人, 准备编年式。 晚安,赛斯晚安。 人类喜欢将自己认作是自然与世界的看守者, 但是至少就此而言, 若说自然是人的看守者, 或就肉体而言, 人的存在是自然和所有其他族类优美地支持的结果, 这是更接近事实的。 若没有那些其他的族类, 你们所知的人类将不会存在。 的确,若没有那些族类彼此之间继续地合作, 及他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类不会存在。 就如所有族类一样, 人在自然内有他的目的, 并且就你们所了解的, 人以他自己的方式思考, 但他也是自然的思考部分。 再次的, 以你们对思考这个用词的了解, 它是那个思考的部分。 也可以说, 人处理思考在自然上的影响, 它增益了其余的自然, 因此它增加了不同类的精神组织, 那是自然本身所要求、 预期和预愿的。 动物并不读或写书, 但他们的确经由他们经验的范畴, 并经由直觉的知晓去直接阅读自然。 人类的推理心, 给自然增加了一层大气。 比如说, 那就与围绕着地球的辐射带一样的真实。 到一个很大的程度, 思考心只会伟大的自发力量的活动, 而能量的细胞式的组织, 则是身体伟大的能量源头的对长。 推理心界定、判断、处理世界的实质物体, 也处理当代流行的文化诠释。 现在暂且以理想的说法来想一想你们自己的政府, 每个公民都是个别的人,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和兴趣, 而如果政府拥有他们的忠诚, 以这样一种方式运用他们的能量, 可使得大多数的人都能受益, 就如政府本身一样。 然而你无法真正地点名什么是政府, 虽然你可以提出总统府就是它的权力中心。 当然,政府是由许多人组成的, 而的确一直向下扩展, 甚至到它最卑微的公民。 但政府能指挥能量、货物、商业、权力等等的利用。 人民依靠政府来实事求是的定义世界的状况, 并有适当的情报得知外国的活动, 还有与其他政府维持适当的通讯等等。 现在,在某些重要的方面, 推理心就像在这个比喻里的政府。 如果掌权的人有偏执狂的话, 那么他们会过分高估任何特定世界情况的危险性。 他们会反应过度或过度动员, 在国防上用掉不成比例分量的能量和时间, 而剥夺了其他方案的能量。 当偏执的信念在掌权时, 推理心就以同样的方式运作。 因此, 他告诉所有的公民或身体的细胞, 动员起来, 警醒起来, 削减所有不必要的活动等等。 当政府是偏执狂时, 他甚至开始削减他自己人民的自由, 不赞成人民有在较自由的时代里可被接受的行为。 同样的情形适用在此情况下的意识心。 且说, 人民可能忠于叛变, 或他们会采取某些步骤, 以确知他们的自由被恢复了, 身体的细胞也会这样做。 因此, 显然我们所想要的是, 确实保证意识心及其推理过程, 能对世界的本质和在其中个别的公民做出适当的调整。 后面我会再回过头来谈, 在自然里人的意识心的目的, 而那讨论的一部分会放在我们的梦、 进化与价值完成里。 人类的心智其实不如说是个过程, 它并非一件完成的东西, 而像一只手臂或一条腿, 是一个关系及一个过程。 这过程在我只能称为自然的推理里有它的源头。 举例来说, 当你出生时, 你被赋予了比你认知的多得多的知识, 我并不是说如你们了解的基因信息, 而是说一个自然却直觉的推理过程, 那是存在于身体所有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结果。 那种推理是思考由其中俘虏出的源头, 而你们可以将它想作是神奇的推理。 每个生灵都是怀着信赖出生的, 并没有像杀戮本能, 如人们赋予着词汇的暗示和意义这样的东西。 举例来说, 在几乎无法对成人的你们描写的层面上, 所有的婴儿都知道, 它们是在一个只适合它们, 而非任何一个别人的环境中, 那是为它们的需要而剪裁的, 的一个适当的位置里出生的。 你们往往能以肤浅的方式看出, 动物如何在自然的条件下, 如此完美地适合它们的环境, 因此它们的需要、 欲望、设备与环境的特性, 如此地相合与结合。 你们却并没能那么容易地看出, 那同样适用于人, 它的精神与物质环境, 它的市镇或国家或文化, 但是婴儿从出生的一刹那开始, 就已会信赖。 你们也许认为信赖不是与推理相连的属性, 但它的确是, 因为它代表了生物对于它被赋予的支持, 与生俱来的了解。 自然人仍然感受到那信赖。 目前市面上也有许多关于玄傲知识或魔法知识的书, 它们大半都充斥着扭曲, 但它们全都是想揭露人类自然的神奇推理的努力。 以后,我还会对这个主题多加讨论。 如果在我们开始我们最后的一组课时, 鲁伯去看了一位医生或灵疗者, 然后在一周左右, 发现自己竟能靠着他的打字桌横跃过厨房, 或许有13或14步之多, 而先前他只能艰难地走上三步时, 他也许会将这种进步归注医生的治疗或灵疗者的能力上, 但他必然会印象深刻, 他也会对他的脚能有显著的更大活动, 现在已延展到肩背部的腿部的松弛感, 印象深刻。 因为鲁伯已开始利用和了解这份数据, 所以那些进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神奇地发生了, 这让他对身体自然的治疗过程同样地印象深刻, 事实上更加地印象深刻吧。 当他容许自己去信任自己的生命和他自己存在的扶持时, 那过程将会自然地流动, 并且正在自然地流动。 要好好地运用最近这些课, 因为再次的是你们的了解发动了一切的。 他的臀部正在产生一些改变, 而了不起的进步已经在酝酿了, 不过它们必须被容许发生, 而当你们的了解你们与永远是你自己的自然能量有更大的相交时, 那就会发生。 再次的, 我祝你们有个神奇的美好夜晚。 非常地谢谢你, 赛斯。 晚安。 9点48分 有数分钟之久, 赛斯和我带着一些幽默瞪着彼此。 当真脱离了出神状态之后, 他告诉我, 他又赛斯那儿收到了他喜欢我画我8月16日的梦中的狗格斯的方式。 今天早上, 我已完成了薄薄的底色, 而现在必须等几天等它干。 而在同时, 我则在继续我印象派的树画, 以及一幅有关我梦中的一个男人和男一男孩的话。